中国大陆原新华社的记者 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的杨继成 最近他的著作《墓碑》一书获得美国海耶克奖 这本书揭露中国三年大饥荒 是源自于共产党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5月29号晚间 杨继成在纽约参加了颁奖活动还有座谈 他在座谈中表示 书名《墓碑》不仅是纪念死去的3600万人 也希望能够埋葬造成悲剧的中共体制 美国曼哈顿研究所为纪念海耶克设立的这个图书奖 主旨在于恢复人们被侵蚀的思想自由 2012年得主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泰勒认为 墓碑应该成为美国学校必选读物 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校的必读作品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耶克曾经说过 经济学的难题是让人们明白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系统 其实是多么无知 而杨继成通过阅读海耶克 对大饥荒的本质及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杨继成的父亲在中国大饥荒年代活活被饿死 当时他正在就读中学 他说他的这本书是给父亲和所有饥荒中饿死的中国人立下的墓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杨继成利用到中国各地采访的机会 查阅各地有关饥荒的资料 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民众 经过十年的努力 他收集了十几个省上百名当事人 上千万字的资料 终于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他的结论是 现在年纪有 三年是常年 正常年纪 杨继成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 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 中国饿死3600万人 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 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 共计7600万人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号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 而杨继成在书中描述说 玉米心吃光了 野菜吃光了 树皮吃光了 鸟粪 老鼠 棉絮都用来填肚子 在挖观音土的地方 鸡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土 死人的尸体 外来的鸡民 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冲击的食品 那时人相识不是个别现象 古迹记载一子而食 在大饥荒年代 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 大陆作家铁流是杨继生的好友 他祝贺杨继生的作品获奖 杨继生得讲 应该得 把这个历史记录下了 现在中共还不认账 前一段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不明 说三年 我说三千万可以是可以编操的谎言 好像在共产典上抹黑 杨继生的书 那是个历史 活生生的历史 任何人否定不了 铁流表示 从1959年到1962年 他的老家四川省就饿死了1250万人 包括他的母亲和叔叔 铁流说 四川的迎津县 是当时饿死人最严重的一个县 这个只有12万人口的小县 却饿死了6万多人 我的母亲饿死的 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当右派的沙皮农场 沙皮农场是一万个右派 一万多右派 我饿死了5000多人 好多人我饿死我身边 家边都是3200多右派 我饿死2500多人 我们是精密者 眼见者 目击者 我们知道这个 徐林黎沙是 包裁东反人类的罪魔 是共产们欠下 中卫人民的活活力 活生成血战 《九兵共产党》在第七篇中写道 1959年庐山会议 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 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 被撤职 关押 审查 到大饥荒发生时 已经无人敢说真话 几乎全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无纱帽 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 甚至甘肃省在陕西 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 还以粮多的吃不下了为借口 拒绝了 杨继承表示 希望人们汲取教训 这样才能远离黑暗 远离悲剧 不让他们重演 如果你们可以全力加于资本的 我可以全力加于资本的 贡献